Hello 見到這麼大的紙皮箱 大家都一定猜到今次這條是開箱片 究竟跟大家看些甚麼呢 就是英軍軍品 在開始之前也要提提你們 記得要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鐺 只要一有新片就會立刻通知你 事不宜遲 立刻跟大家開箱 第一個大家就見到 這個就是PLCE Other Arms的戰術背包 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把背包的蓋子捲起之後收起來 就可以變成一個雙肩的背包 因為如果你不捲起這個蓋子 其實它是可以手提包的形式去用 而且它的容量就有80L 旁邊還有一個拉鏈 你就可以加上自己喜歡的PLCE側袋上去使用 一件就是英軍 Personal Coving System的保暖外套 它是屬於輕量級的工作服 它就採用了防絲裂的聚絲鞍物料製造 所以有一個很高的疏水性 而且它裡面就用了一個微涌的耐理 所以保暖性也都非常之好 所以是很適合大家出去戶外做運動 或者平時日常穿著做一個保暖風衣都非常適合的 這件PCS的FIRMAL保暖防風外套 它的表面就用了一個防絲裂的尼龍製造 所以有一定的防水效果 而且它裡面這個衣嶺那裡就用了羊毛去做 所以保暖效果就會更好了 還有衣嶺位置和外套的底部還有一條索繩 你自己就可以因應自己的身形索緊它 保暖效果亦都會更加好 還有這件衣嶺最特別的地方就是空前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有一條打直的拉鍊 其實是讓你將整件衣嶺收納在裡面 變了你就會很方便可以拿出街使用了 接著就到這個58型的英軍水壺 它的容量就有1Lit 就適用於PLCE的水樽袋或者其他pouch都可以的 當日常使用或者去做一些戶外活動的時候 帶著它都非常適合的 接著就到這個頭部的防蚊網 它的設計就是被部隊在叢林裡面使用 或者在一些演習的時候用的 接著就到這頂英國皇家海軍的CAD帽 它也是其中PCS裡面的一款帽來的 接著就到這件MTP的Gortex防水褲 它就採用了防水的MVP物料製造 所以防水效果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還很透氣 變了你穿起來就會很舒服 還有它的最大賣點就是這件衣嶺非常之輕身 接著就到這條英軍的PLCE腰帶 它就用了Cardura的尼龍製造 所以是非常之耐用 另外它也有一個IRR的防紅外線功能 還有它還有一個快速的釋放帶扣 變了你就很方便可以調整 除了可以獨立使用之外 還可以組成PLCE的組合使用 接著就到這個面紗圍巾 它就用了編織棉去製造 而且用途是非常之廣泛 你可以當它圍巾 面紗或者遮蓋布使用都可以 接著就到這個碎袋 它是適合在-9度去到2.9度的溫度下使用 譬如說春夏或者初秋就會比較適合 它就用了一個防撕裂的免料製造 裡面還有一個隱藏式的蚊杖 可以拉到上面 接著就到這個PLCE的水樽袋 它就用了Cardura製造 而且裡面還經過了防水塗層處理 接著就到這個PLCE的MTP戰術Couch 它整個都是用了防潑水的物料製造 而且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裡面沒有分隔 變了就方便你放不同尺寸的工具在裡面 這裡就有三件的獅子爪毛底衣 它是被鷹君在一些寒冷的地區裡面使用 它就採用了速乾的微溶製造 所以保暖性和舒適度都非常之高 它件衣服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後面有一個加長的設計 變了你做運動的時候 或者是爬行的時候 就不會怕露了一些肉出來 就確保保暖性 它的袖子還會有一個拇指孔 是讓你把手指弓穿進去 變了你的手掌也可以保暖 到最後就有這件COOMAX T-shirt 它也是PCS的服飾之一 最特別的地方當然就是用了COOMAX的物料製造 變了非常之透氣 就算你流汗也不怕汗搭著你的背部 另外它還防靜電 變了你是日常去當打底衣服穿 或者做運動的時候穿都非常適合 今天的開箱片就差不多了 大家都見到 今次的鷹君君品真是翻了很多不同的貨 歡迎大家去到油麻地門市看看實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